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人物 我是郑鸿怡 我是于美人 欢迎收看今天新闻 挖挖挖挖 为您介绍今天特别来宾 首先是新新闻的副社长 陈东豪先生 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陈金兰小姐 以及钟年晃先生 还有王时期小姐 欢迎四位特别来宾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么巨弹的危机呢 这几天一直在吵 那双方好像都不是政府 跟这个企业在对话 已经有点到 社会书的那种 比较像黑道谈判呛家 对不对 不呛 对不对 留蛋不留商场 留商场就不留蛋 那我想到当年清兵入关的时候 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 那不然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一片墙都不拆 对 我把通通留 对 那所以呢 那不然你 总价全部买回去嘛 三百亿 对 对不对 三百五 那不是经常来说嘛 钱的改革的事情都好改革了 不然三百五 那是我们的钱 在我的钱不是他们的钱 不是柯文哲的钱是市民的钱 那是公款 对 那我们是有点很多 有点灌水 我觉得 对 因为他宣称他已经花了这么多 可是当时我知道台北市政府 其实他们有做最坏 平估的打算的时候 他们其实没有算到这么多钱 他们大概算个百亿内 来啦 让昨天至少台北市政府也给了我们一个报告嘛 对 大巨弹的一个安全报告提出来嘛 重点就是后面这两张嘛 他给了两个方案嘛 对 就是这个是 本来这边还有商场 对 就拆掉啦 对 空间就够 对 就是留弹不留商场 他不只商场拆掉哦 他的那个旁边那两栋 就是办公大楼跟旅馆 旅馆的一二楼都不能用 要调空 而且地下室要封闭 那问题是地下室是停车场 你如果地下室封闭 这个巨弹等于没用 因为他没有停车空间 对 你根本没办法去 是 所以你这个方案 你叫远雄怎么接受 他拖不下去啦 你太可能啦 对 人家4月6号就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你4月16号开的记者会 我4月6号的答案 他们昨天的记者会 全部都是在这个广告上面 完全一模一样 就远雄的那个 完全一模一样 这是上个礼拜三的一周刊 题目早就卸了 叫卸题 你所有的问题 我这些答案里面 通通都告诉你 就有人卸肉就对了 然后远雄针对这个去做回答 其实不是 他还不通通摸摸 他还不通通摸摸 他还直接告诉你 我买广告 你所有的问题我都有解答 要怎么跑我也都有解答 你有模拟 我也有模拟 你所有都有 我方案二还要讲吗 好 你讲 你还是可以讲 大八市政府 差点多我们也要讲一下 第二个方案就是 留房子不留蛋 对 这边变成是一个 公园的呼吸空间 其实这个室容看起来 是比较舒服的 也是比较喜欢公园 可是 比辑的那种比较喜欢公园 这样远雄也不会接受 因为他这个方案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留下来的那些建筑物 要作为公共使用 那原先的巨蛋文化园区 就没有巨蛋了 远雄说我花了那么多钱 花了几十亿 一干了几间房子 结果你叫我当公共使用 对 两个人我觉得 远雄不接受 我知道他们当然不会接受 当然 重点不是在于 你能不能接受 是全民能不能接受 因为这是安全的问题 对 所以现在会有方案三 那再来回到尝试的问题 需要那两个检验报告出来 一个这么危险 一个这么没有危险 这个就是你有做过 这个读功课的人应该就不知道 你 他在做一般在做 不是啦 不管你读什么课嘛 你今天要拿出来给社会做批评 做评比的时候你要拿 什么东西嘛 你要拿得出来啊 参数嘛 那两个拿出来 要接合够啊 插这么多模式嘛 因为输入的参数不一样 输入的参数不一样 所以得到不同的结果 那而且我觉得远雄 之前他们自己讲的那个 我觉得他有点在 知法玩法 怎么说呢 他有五栋建筑物 对不对 他的设定的是说 我巨蛋 假设我巨蛋发生火警的时候 旁边逛街的继续逛街 住旅馆的继续睡觉 办公的继续办公 看电影的继续看电影 就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我这只有四万多人 疏散当然没问题嘛 那台北市政府 那巨蛋的火 怎么会烧到饭店呢 那台北市政府的设定是说 全满的时候 大家一起逃生 那两个设定的方式 假设条件不一样 所以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你巨蛋死火 为什么我饭店的要逃 台北市政府的模拟 不是只有一种 他模拟非常多种状况 整个巨蛋园区的极大值 最极大 最极端的是五栋都着火 那就有四万人要疏散 那如果我们不要用最极端的 就一栋着火的时候 比如说我遇到远雄 他那个公关科的副总 我问他说 如果只有巨蛋 只有巨蛋四万人 我如果只有巨蛋着火 我如果在里面 我大概有多少时间 你们可以帮我疏散出来 这是好问题 那个蔡普总因为上电视嘛 蔡宗益 第一时间他跟我说 我资料太多我不记得 后来事后他就补充跟我讲说 如果是巨蛋 从巨蛋链不管我在哪里 我到那个马路上 到马路上 他说15分钟 15分钟 然后但是这不是那个 我说如果我在百货公司 因为百货公司跟巨蛋连在一起 他说百货公司比较麻烦 时间比较久 也就是说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的部分是 商场的部分是三万人的容量 巨蛋是四万人的容量 巨蛋最后一个离开的 赵远雄自己的运算模式 是15分钟 那你如果在百货公司 那三万人的会超过15分钟 万一最可能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巨蛋跟百货公司 同时 或者不要讲同时 你有一个发生火災的时候 你一定另外一个也要同时疏散 对 当然啊 两个会撞在一起 他有连在一起 建筑结构是连在一起的 它是连洞 它是共够的 它那里穿到那里面去吗 对 它是说有隔开 它是说两栋楼 其实中间是有刚才隔开 可是它整个建筑体是连接的 那你很难预期说 这一栋发生火災的时候 这一栋的人还可以安心 因为一定会互相影响 一定会互相影响 这张图就很清楚了 好 等一下来 它的那个方式也不知道 这张图就很清楚嘛 这个圆琴的是巨蛋 然后旁边就是商场 它是同一面墙 共够 就等于隔肩墙就对了 那它有一个问题 因为现代建筑都用钢骨结构 这个其实在美国911的时候发生过 美国911为什么删子新大楼整个倒掉 为什么那么严重 它不是被飞机撞倒 它是因为烧起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钢很容易倒热 它受热之后它会变形 那你比如说一栋房子 它是这样子对不对 如果是上面的变形可能还好 你万一是中段或是下段变形 上面重量整个压下来 房子就垮掉了 所以它现在台北市中 是算到这一点 不好意思 我觉得 刚才那个董寅跟蒙远雄负重 那个是好问题 15分钟 对 因为说不太好 我们不要说整个五分钟都会消 我们只有巨弹会消 对 那里面的人可以几分钟 15分钟 撤退到外面 撤退到马路上 撤退到马路上15分钟 撤退到马路上15分钟 不好意思 我觉得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看一个影片 那是在1985年的英国足球场发生大火 那这个足球场呢 它其实是 入天的 它可不是密闭的喔 密闭的就更难嘛 因为烟会到处穿 我把它找出来了 而且它那个蛋 是没有连接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英国的户外足球场 在1985年 大家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 突然 开始忽然发生火警 好 那这个时候呢 火警大家都开始发现喔 开始逃命喔 请大家看喔 短短三分钟烧成什么样子 它们有没有可以撤退的空间 有啊 因为它是户外场地 它只要往场地中间走就好了 对啊 对啊 对 问题是 美人 三分钟欸 你就大概就没有 它就全烧掉了 很可怕 它烧的速度 非常快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户外三分钟就烧到这样喔 它是露天的 台湾的蛋上面是高虎结构喔 因为烟是最可怕的 而且你要注意 因为它是户外场地 所以它比较不会被浓烟呛伤的问题 可是那个烟还是很大 对 烟很大 所以所有的人往 真的是所有的人疏散 往场中间跑就好了 一定嘛 因为它比较快 对 而且因为场地中间本身是空旷 它就是一个舒散的地方 那等一下大家再看喔 大家在逃的时候是怎么逃 是你 大家慢慢走慢慢走吗 当然不是啊 等一下大家看到它是跳墙的喔 你看这个火其实扩散的面积很快 本来是一点点而已 对 现在已经烧了一大片 现在已经上面有一个牌了 你看 现在大家是这样逃的啊 对 有可能让你从通道跑吗 不可能走楼梯了啦 什么走楼梯 你看一分多钟 就已经烧成这个面积了 对 你看 你看看 几分钟 现在才一分多钟耶 对 Oh my gosh 你看看它浓烟怎么窜 如果它是密闭 它是 它是 它还好是 你看看 我的妈呀 撒架是怎么逃的 对 不是那边一定要搞 因为这边是 你看这边 它已经快被烧到了 对 不是它还有倒热 如果钢骨它还有倒热 为什么还在欢呼呢 因为它逃出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它浓烟 你看 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是密闭的室内 是 或是什么状况 闷烧 然后现在才两分钟 它火势有多快 嗯 这个就是他们的逃生门 嗯 可是你要用逃生门 你看要怎么走 这么小 你看已经烧掉一半了 请大家想像 如果是我们的大巨蛋 花生火灾 好了就只有那一栋 对 会有多少时间 会有多少时间 对 你看有15分钟嘛 对 我们可能有让它有15分钟啊 那我要退一万步讲 那即使把商场拆掉 只留大巨蛋 这样的火也逃不掉啊 15分钟也不够啊 所以要改善啊 也没有办法啊 所以要改善啊 只留蛋也没办法啊 所以它要留足够的空地 让人可以跑啊 没有啦 你若是密闭的那个蛋 本身那个蛋 光是叫了火 它也没有旁边的商场 它也逃不掉啦 对 所以我说15分钟也是死啦 咱说是啦 是啊 因为你想想它 它那个烟你想想看 这是空旷 这是开放的 如果是密闭了大概三分钟 这个时候整间房子里面全部都是烟的 那因为我们的巨蛋上面都是钢骨结构 它会有热的吸收 对 然后所以热的吸收 万一变形 它会怎么掉下来 屋顶可能会垮下来 而且那个还 你要考虑到老弱父母的部分 对 我有看到 不是很凶的 它有什么可以 它有什么可以烧 它有什么可以烧 因为它里面的防火建材一定要很多 有没有看到三分钟 对 这是三分钟 不是 这样政大阁我来说 那那个好像有两个方案都逃不掉 不是 就是说台北市政府的就是 他觉得说他用最严格的方式 其实也逃不掉 不是 应该那么讲 台北市政府是要 希望在八分钟之内做疏散 对 那因为这个毕竟是1985年的事情 离现在有20年 嗯 30年了 有30年 我相信一定有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可以去缩短或克服 只是说 只是说我那时候 我觉得远雄他们就很奇怪 就是说他拿出来报告 他跟我们讲的是 大概要26分钟的样子 对 那然后他的 26分41秒 然后他的巨蛋本身要15分钟 我说作为一个 先不要讲 我先不怀疑他其他东西 就是说 你自己拿一个15分钟的东西出来 你难道真的觉得这15分钟 可以说服人家吗 不是不是 我们这个影片太好了 我们光看到八那个影片 是 那一游戏的时候 旁边的什么商场 会没有受影响吗 絕对落到烤灯灯 絕对走 一定影响到旁边 而且我告诉你 不好意思 你跟我说 别说烤到太烤了 如果 intervention 隔壁灯灯在里头 趁烤真非常烤 我还继续shipping 这周边整个 直接反映的那个惊恐的参数 那个混乱的状况 他在这里面没有告诉大家 但是他在这里面又告诉大家 在那个发生的情况下 你可以跑1.5公尺 跟台北市政府的1.2公尺 那个状况又不一样 那个参数放进去又不一样 照那小的程度 我们就像到国富纪念馆了 出了一个核心翻过来 这个路走啊 国事蔓延很快 很快嘛 这路才多快 国富纪念馆这路都小了 什么1.5公尺一秒钟 1秒钟1.5公尺 1.5公尺喔 对 我说如果现场一定人缠人 对 绝对 还有1.5公尺就是被踩死的 可是台北市政府是1.2公尺 是啦 是 所以更半 往前休息 先两个方案马上照不进去 不是 他更半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走不动 走不动嘛 对 就远熊用更宽充的标准 而且远熊那个世外的算法 他是一 我们等一下会再把1985年 英国那个足球场火灾的状况 再放一次 那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三分钟就已经烧成这样 什么烧那么严重 他的材质是什么 而且死了56个人 短短的三分钟 总共的观众是1万多人 但是1985年 因为他比较早期 所以他的材质是木材的 然后他的屋顶是瀝青 所以瀝青黄水 所以他说火灾的时候 开始会有瀝青掉下来 对 所以才会速度那么快 当然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公共建筑 不会是这种材质 你看 我再把他播一下 这星星之火 那只噴到最多久 你看那头蚊蚊 那头蚊蚊蚊蚊蚊蚊蚊 我跟你说 这个很痛啊 就比如说1985年英国这一场 其实他真正烧死的很爽 几乎是呛死或财死 财死 大家逃亡的时候 所以这个重要 我们再来讲重点是时间 这是台北市政府模拟的结果 8分钟 因为他有好几层嘛 大巨蛋的地上4层 当8分钟之后 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疏散 红色的就代表 红色的是代表还有人在那边 是是是 地上3层呢 还有这么多人没有办法疏散 地上2层呢 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疏散 地上1层 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疏散 地下3层 还有这些人没有疏散 地下2层 还有这么多人没有疏散 8分钟 8分钟 这哪个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地检讨 可是整个事情 现在要解决的一个关键在于 你台北市政府 你做政府这么厉害 你能够用得这么清楚 你为什么当初是他的案 你要这样让他过 因为不同样政府 你让他过了 你现在用这样的严格标准来要求 你不可以 你叫人藏伤 我不是要问 所以远熊政府 我没有在帮远熊讲话 远熊说我没有违法 我现在是就事论是说 你明明政府可以这么严格的 在整个的 你案子过来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子去盯的事情 你是说柯文哲市政府 可以做到这样 以前的马英九市政府 跟郝文明市政府 为什么不能做成这样 是怎么没这样的东西 揣用标准不同 你用这样去做 对 你现在換标准 你要叫人怎么做 是是是 我问你 我们用社会书来误 这个事情 我要找一下看那个 市政府这么厉害 你是怎么 你当初是这样 放到水 放到这样 没有 因为96年内政部那个时候 他们有开了 那个方式不是这样 他就是个别 他就讲他动画 他就不是像这个全面性的 他告诉你五栋 这个建筑物 他是个别做处理 所以他那时候的要求 他现在用的就是 内政部已经给我背书了 我可以通过 他那时候还有一个 台湾建筑中心的一个评定 都给他过了 所以他在觉得 他这个状况的处理方式 是OK的 那他说这个 他们有那个什么 建筑防火避难性的设计计划 他给他盖了一个认可 所以现在内政部 必须出来讲 昨天我们看到林青蓉也讲了 说这个办法 必须要面对检讨 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 他确实有可能 还有一个地震 那个地震 就不是一动两动 三动四动 他是可能全面性的面对地震 我们昨天遇到三中央的时候 我们都还没有就 如果是复合性的状况 就是说 地震引发的火灾 或类似的 都还没有问这个 我来讲一下 因为台北市 旧的台北市 就好龙斌他们 再加上远雄 就说内政部营建署 帮我审过的 可是营建署也出来讲 他说 其实我们当时就 个别建筑物 搭动 去检查 并没有整体去检查 台湾没有这样的建筑法 所以分区疏散的规模 大概就是两万三万 可是台北市政府 要求的是做全区疏散 所以一次就十几万 那这个就要看图才能了解 台北市政府是说 台北市政府是说 柯文座的市政府是说 你核框整个都通的 对 那你如果说 要独栋独栋独栋 你不知道要隔起来 要有防火 要隔起来 可是你整核框都是通的 停车场 都是通的 火烧开 那根本就是都拖开 对 他这样讲是 他是有烟囱效应 如果从地下室的停车场里面 有人丢职炸弹 或是在这里面蓄意破坏的话 他确实会从五洞 因为他的通口 烟是往 我们讲烟囱效应 就从底下往上跑 他确实会有五洞的这个状况 出去产生那个全面性的影响 对 那你如何能够不通盘的去检讨呢 好 这个刚刚有讲说 如果大巨蛋烧 就大巨蛋烧啊 可是他讲说 不是啊 大巨蛋烧 就会烧到 百货公司 就会烧到饭店 因为你下面是通的 停车场是通的 通的嘛 来我们再看 刚刚讲这个是八分钟 你看 直接看一个小时后 八分钟啊 我说刚刚英国那三分钟 就休息五十六个人了 对 那不是休息 那是早见踏才死的啦 我说如果台湾 这个我算这个 不知道要斩死多少 因为台湾可能还要 考虑呛死的 被农烟呛死 农烟 因为他没地方跑 刚刚看到的是八分钟 那么多人没有办法疏散 对 每一层口都有 来 我们说十五分钟后呢 十五分钟后 地上四层 还有这些人没疏散 这里也地上三层 还有一点点没疏散 地上两层也还有一点点 这个地上一层 因为大部分都跑来 地上一层了嘛 可是地上一层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挤这么多 都还没有疏散 因为都往这边跑嘛 是是是是 那个 这个其实就是巨弹嘛 这个就是百货公司嘛 这样 那么地下三层 也还有这些人挤在这里 地下两层挤的人就更多了 这是十五分钟后 不好意思 我再问大家 如果火让它烧十五分钟后 这样就变成了 早就呛得乱七八糟了 七天后再回家了 七 为什么是七 头七回家 整四人啊 对啊 因为火灾 大家都知道啊 火灾的黄金 逃生时间 不知道只有七 三分钟 对 因为我也 我们坦白讲 这个都是要听专业的一个解研报告啦 因为专家在做这个事情 可是两边请的专家不一样 那我今天就是说 问解决这件事情来讲 远雄他说 对远雄来讲 好啊 我按照你原来的标准 我是这样盖嘛 当然这么多认可的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换标准了 我做不到嘛 我做不到还你嘛 就这样啊 事情就这样 其实美人应该严格来讲 原来是没有标准的 因为我刚刚一再强调 台湾没有这种综合性的 大型场馆的建筑技术规范 台湾有针对蛋液建筑技术规范 所以 当时远雄他就申请了 因为也没有标准可以遵循 所以他当时叫 用一个叫做性能检查 我跟你说啦 他现在远雄跟台北市政府 这颗蛋都吞不进去了啦 现在要怎么办 不是 我们现在把这个过程 讲给大家听 观众才会了解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待会再继续说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 刚刚讲说没有这个建筑法规 那请问你当初远雄这个案子 是怎么提出来的 所以他当时就是类似 有点像专案处理的方式 他就申请用性能检查 内政部营建筑现在小说 那叫做什么 特殊建筑 对 所以他的火灾那些相关安全的检查权 是在银建署 不在台北市政府 银建署有在盯吗 银建署完全听厂商怎么报告 银建署那时候 署长叫叶士文 大家很熟嘛 然后就找了一堆专家 就你刚刚讲 那个台湾什么建筑什么 然后开了很多次会 然后其实每一次开会的时候 很多专家就给远雄提借 说你这个要改善 那个要改善 可是很神奇的是 有一次开完会之后 也是提了一堆建议 要改善 可是突然银建署在一个礼拜之后 准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 6月23号 在什么 委员们叫远雄说 你这个 只有2万人的规模 疏散 不行 所以你要去提改善计划来 给你的改善期限是6个月 然后结果呢 6月29 然后确实在6月27的时候 就 已经发给你评订书 对啊对啊 你说6月几号叫他623 623 叫他6个月改善 6个月改善 但是627就已经 4天后 对就发了评订书 然后6月30号 就发给他建照 市政府就发建照 一个礼拜后就给他建照 马总统可以说 这个可证明不干我的事 所以我得到的结论就是 可是别忘了喔 叶士文是跟赵成雄拿钱的 因为赵成雄曾经拿钱给叶士文 我马总统就说 不是我拿的啊 那条纸喜欢 不是我拿的 对啦我是说他们有过这样的记录 我又没有说他是从 叶士文的标准是四手提箱 行李箱的大小而定啊 不是你看叶士文 他现在和宜宅的时候送钱 对 和宜宅的利润会有巨蛋大吗 对 巨蛋的利润更大 你不觉得他有可能会送更多吗 我们看 那一小时后呢 还有人在里面 一小时那还在 不会吧 一小时后 地上四层 地上三层 地上二层 你找不到出口的会有吧 地下二层 地下三层 其实都清光了啦 对 但是都挤在地上一层 简单看喔 这个红色的表示是百货公司那里 对 还在百货公司那里 全部都挤在这里 不是全部啦 很多挤在这里 出不去 出不去 路上被挤住了 对 那这里也还有 这里也还有 因为他外面的开放空间不够 所以人是出不去门口嘛 因为到时候 我们如果人在里 人在这个时候 你运气好的 你就是在光复南路 或者是在中向东路上嘛 对 所以 可是你在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说 如果巨蛋火災 災点在这里 烧起来的时候 它会烧到这里 对 这是最糟状况 最糟状况 它会烧到百货公司再来 因为地下室连通 对 这是非常不好的 即使火烧不过去 烟也会过去 是是是 我问大家 他刚才都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在交界的地方 因为蔡宗连通 他有讲 百货公司的疏散时间 要比巨蛋主体还长 对啊 超过15分钟 应该更多嘛 因为那天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印象深刻 所以百货公司是比 为什么 因为还要等结账吗 还有空间迷航 因为百货公司 而且他是高 他的平面空间没有那么大 空间迷好 所以疏散一定慢 因为你要经过楼梯嘛 所以就变成这样 因为那时候也不可能走电梯 只能走安全 即使蔡宗连跟你讲说 15分钟可以疏散到户外 对不对 他的数据也是有问题 除了刚刚竟然讲的 一秒钟走1.5公尺之外 他的计算外面的开放空间的容量 他是用1平方公尺可以占4个人 很挤耶 4个人我跟大家讲 你上下班如果搭过捷衣你就知道 挤到那个人要用推的才能进去 那个是1平方公尺5个人 所以大家想想看 今天我在逃难的时候 我跟比妹两个人是肩碰肩 请问我们怎么逃 我们跑不掉了 你根本就卡在那里 你就是被人推的往前走 对 所以那边跌倒 跟比妹就不肩碰肩了啦 然后而且他的算法 还有一个很可恶的地方 就是说 你外面室外空间 他有种树 有路灯 有造景 他把那些都算成面积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若万一 逃生你要把那条子上去 因为那个都算面积 树就被砍掉了 一棵树要占4个人才可以 有路灯抱着路灯 所以这完全不合理嘛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一张 头老公说 人如果走的时候 都走到一楼嘛 对哦 对不对 这是巨蛋 这个是百货公司 你看都疏散在外面了嘛 对不对 还有街道都是人嘛 好那现在就来了 那消防车来了 要去哪里 没有地方进去 这个应该不太 可能消防车要很后面了 因为 昨天 跟典熊的建筑师有讲 一开始要看他自己建筑物本身的 一个消防的灭火系统 对 然后那个建筑师有说 其实因为人都要往外面跑嘛 那所以你消防车 为什么要逆人潮来呢 他认为建筑物你要烧 就让它烧 所以消防车是不用来的 因为如果会发生到这样子 其实那个火应该是非常大的 是啊 那时候消防车来是有可能 有可能 消防车来都没有用 但是啊 最核心的关键下来就是说 我到底有多少时间呢 叫做不好意思 911的时候 几乎所有能够出动的消防车都去的 对 你不可能不去啊 一定要 他要降温啊 你就算不救火 要不要有救护车去救人 你还记不记得死了多少消防员 就是死最多的消防员 都是消防员死最惨啊 那你如果放油休啊 不止啊 一两百可以上版 我觉得纽约的那些是上版 第一你要降温 第二你救护车要不要进来救人 第三 万一有老弱妇孺行动 被困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 要不要进去救人 一定要啊 那人也让他烧吗 放着让他烧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话 对啊 昨天那个建筑师这样讲的时候 其实在场的记者都下来的 其实还蛮想扁塌的 原来消防车不用来救火 所以我们再看一张图 这合理就是说 这个时候如果火灾 大家都往外疏散 一楼嘛 刚刚看到的是一楼 所以这个绿地啊 还有这个路啊 全部都会是人嘛 甚至连车道上都会是人 车道都是人 那这个时候消防车要进来 你根本没有办法进来 因为都是人啊 所以你进不来啊 这时候怎么办 第一个靠他建筑物本身的消防系统 他现在建筑物大概都有那种 自动洒水 这是一定要的啦 那万一你的撒腿系统 好即使我们讲最好的状况 撒腿系统把火都灭掉了 那万一有人受困 因为你烧难免会的东西 会塌下来 万一有人受困 或是有人受伤的时候 你消防车救护车 都完全没办法靠近的情况之下 那怎么办 你今天不管是远熊还是近熊 还是铁熊 不管哪一个熊来盖 我按照跟你议约的时候 你跟我讲这样可以 我就这样做了 你现在用另外一个标准给我的时候 你要我怎么办 我现在就是怀疑 我觉得现在的解决方式是 因为双方其实都喊得很硬 所以其实是有 市政府其实是要逼远熊 你如果这两番你都不接受的话 那没办法 我们只能坐下来谈 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是把 是把架码弹到高 然后双方再收 你现在看 远熊如果没有那个蛋 留这个东西 你会让它做商场吗 不会啊 他已经说要做公共使用 不会啊 对不对 那我等于 那我的这个损失找谁要 那一定要补回来 不让特 我不要讲一件事情 我如果只留蛋 没有旁边这个 那也是赔钱 我也是赔钱啊 因为那个蛋不好经营 我就是靠旁边这个来 来补它 来补嘛 所以你两个方案叫人家吞得下去 所以远熊就说那你买回去啊 嗯 买300亿耶 叫市政府买回去啊 可是 可是我论讲 因为我相信后面 他们还会再坐下来谈 可是按照 对后面 新鲜就是逼双方坐下来谈 但是远熊 因为当初的合约 最后是有 没办法 那你就买回去的那个 收购条款 所以到最后 按照那个合约的话 远熊一定觉得自己是 站在一个不败之地 可是市政府也有上方保险啊 因为他公期延宕可以解约啊 对啊 我觉得这已经是政治问题 因为3月27号 马英九就告诉大家不能拆蛋了 他为了这颗蛋付出很多东西 为什么不能拆蛋 因为市民期待 如果不安全 为什么不能拆蛋 现在马英九讲什么应该没人理解 3月29号 连助利潤都不接他电话了 不是吗 而且那个 我跟你讲 我去台中 我遇到台中的民间人士 他说 奇怪 哪有没有人跟马英九说 他这两年 只有每天请人吃饭 不要做事 一生妈妈还有30%的支持率 真的 对啊 没有 我觉得你再说这 你应该感受最深 我昨天才知道说什么 远环全部都关掉了 对啊 对啊 远环全部都关掉了 又要拆掉了 不是 约还没到吗 没办法 那市政府要不要赔你们 就是 因为他违约嘛 对啊 大家就 你也是受害者 方便问你这样赔多少钱吗 几千万 是光你吗 还是余香 就是我们一起 你应该跟市政府抢家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子的 只要那个 他刚刚讲的远环内东龙 没有一个接手 不是这样的下场 每个都赔啊 当时 我还记得 来上节目 然后美人姐在这边讲说 他们要去开幕 我说你不知道他被诅咒吗 没有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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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觉得不同意 没有一手 没有一手 不是这样子 陶德这样子 跟招他背了 没有一手 不是这样子的 你忘记了一个人 因为你找错人 你那时候如果找的是李树德 保利探子 免权利金 免权利金 交酒啊 免权利金 免权利金 所以你是找错人 接错头了啦 你遇到的是 不是李树德那几个 前前后后十几个 你只要 在马市长任内 只要是李树德的案子 保证 我还是要讲一下 不然泰姐要说 要稍等一下 余箱已经真的存心帮忙 结果去撩几千万 对吧 找错人嘛 找到李树德就对了嘛 你没有找李树德嘛 至少要远环晾起来这么久 不然本来是一种分析耶 跟李树德合作的模仰了解 真的啊 董豪你刚刚要补充什么 我原来讲 为什么 因为每人人他们是找错合作对象 如果今天是李树德 你们那时候合作的对口 是李树德的话 绝对不会这样子 而且他还会跟你保障 保障不会让你赔钱 你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当然不是原始 但是我先借用这张 因为远雄后来规划 这个地方是做隐城 可是呢在更早的时候 我们现在听到外面那个录音 那个100分钟的录音带里面 有一段 李树德 就是现在证交所董事长 当年的财政局局长 他在讲说 这个位置啊 你现在看到隐城这个位置啊 是要干嘛 他给远雄盖商务住宅 盖好宅的 要卖断 那又有一个问题 就这个地方盖商务住宅 你认为 以那个时候 2005年的时候左右 这边一瓶要多少钱 第二 公告的时候 没有住宅这个东西 对 远雄就算议约 市政府怎么可以给你住宅 所以李树德就帮他想了个办法 他跟远雄的 在会议里面直接讲 说 你们商务住宅 你就用饭店的名义 酒店式管理 包装一下 你就可以行销出去 对 他要避免住宅 那段对话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就可以过关了 这个话听了真的非常的 所以 所以如果你找的是李树德 是 如果这些是李树德在帮你帮忙 公告里面没有商务住宅的 李树德都会想办法帮你 那问题来了 李树德敢制作主张吗 那当然我就问了一下蔡宗益 就说 那你们原来为什么会有商务住宅 公告没有这个东西 那蔡宗益就不讲话 他只跟我讲一句话说 后来没有了 那本来是有的啊 本来是有的啊 那是不是说 他后来是盖了旅馆啊 不是 他商务住宅后来是没有了 可是他在对面盖了旅馆 他本来 本来 他最好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商务住宅的话 我就可以做预售 对啊 预售 所以 要找李树德 来 我们再看一下大巨蛋 大巨蛋 美人你刚刚讲说 那两边 那些什么 那些基准不一样 是啊 好 这个就有趣了 远雄的基准就是说 逃生啊 8分钟可以让全员离开观众席 还在建筑物里面 就是你从座位离开而已 他的8分钟只能在那个 问题是起火点在哪里 不知道 然后台北市政府的标准是 15分钟之内要全员避难到户外 户外就是安全了嘛 现在就说 好了 离开观众席就安全了吗 不安全不一定啊 这是远雄 远雄的地下二楼 地下三楼 下城市广场 这是台北市政府说 像这个是B3嘛 地下三楼 这些叫做 地下室叫避难空间吗 地下室二楼是避难空间吗 他以为是空军来轟炸 在远雄算 因为你是离开观众席嘛 观众席外面不是有走廊嘛 所以你到了走廊那边 就可以开始起床 如果农烟呢 他说农烟如果是由上面 往下面沉的话 你可以有50分钟了 但是他是如果下面 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没有讲 我们刚刚讲 如果由下面往上呢 就是如果是地下停车场 往上就不是50分钟 这个没有讲 因为有烟囱效应就往上跑了 这个没有讲 建筑物里面怎么可以设为 安全的避难空间 是他又回来 而且人一定会往外跑 我也跟你说这一块很安全 然后你就待在这边不要动 所以两位女士去Sogo逛街 百货公司逛街的时候 如果发生火災 你们会留在停车场吗 因为V2V3嘛 那你安全啊 离开观众席就好了嘛 这就是问题啊 你怎么会换 你怎么会往地下室跑 按照他的图是这样啊 他以为是空军在轰炸吗 往地下室跑 建筑物的里面说 这个地方叫做舒散空间安全 所以你知道 那我地下室有连外道路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怎么会有呢 我可以连到 我可以连到国附金领馆 没有 不是有一条可以连过去 没有那条不做的 没有 好 来我们再看 这个是 柯文哲市政务说 一间的舒散空间是 这里宽宽的 对 人一定往两边跑 对 然后出口越来越小 出口越来越窄 对 出口越来越窄 对 再来 如果你在V3 你要去逃的话 路径非常曲折 对 而V2路径非常曲折 上面下来也是路径非常曲折 没有一条是直线 不是我上面下来 不可以直接到一楼吗 我为什么要去V2 因为它是下层式的建筑 它的一楼其实是在 在地下 在地下 你懂我意思吧 它的地楼其实事实上 是我们一般的 因为它有限高 它有打棒球要有限高 它是往下 它是往下 但是承入式的建筑 等于是那个棒球场 它其实是在地下 所以其实 我逃到B1 是往上走的意思 对 没错 那B1就是一楼 没有一楼 没有它真正的一楼 应该是在 如果我们用正常的楼层概念 就是地平面 地平面应该是在2楼的观众席 因为所有的逃难都是 跑到地平面才会安心 没错 我一定是离开这个区域 不管是地上地下 或者是离开这个区域 从平面出来 我才逃难完成 当然 它这个设计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逃难的时候 一般我们如果是 我们都在地平面以上 那很简单很单纯 一楼就往外跑 一楼以上就往下 到一楼然后往外跑 它这个变成说 有人要往上跑 有人要往下跑 就变成会交汇嘛 所以如果没有商场的时候 很多问题相对就单纯 对 没错 所以为什么不要有商场 地下的人可以从商场这边 直接就疏散掉了 疏散速度一定会不一样 假定以后真的蛋有留住 那你有去这个大巨蛋里面 看表演或球赛 对 不好意思 他们是说你最好是V2 最好逃生的 对 因为直接就出来了 因为它是职业 职业是一个 对 一楼买V2的票 比较安全 我们再看哦 远雄的 这个逃生的模拟 他是说 没有摆设座椅 对 然后 柯文哲是说 要摆设座椅 来摆设座椅 这才合理嘛 摆设座椅才合理嘛 因为你常态性 就是有语字嘛 就是有语字啊 我问你 有什么台北市政府的同意 以前的台北市政府 会同意说 没有摆设座椅逃生 这就是我的问题 说你以前给人家 这样的法规 通通说可以 人家就这样去 你现在换一个政府 通通不可以 所以证明以前的政府 是有问题的 这里面应该是有弊案 要不然这种 我们用尝试去想的 都觉得 这太麻烦了 这题我有问他 他说是他们的人员 在回答的时候 没有写好 他说他们模拟里面 其实是有的 来一头 如果有的话 你受的 我就临实转达 如实转述 他说他本来是有的 南京东路敦化北路口 那个现在叫什么蛋 小巨蛋 小巨蛋 大家都去看表演嘛 对 那要逃生的时候 有没有座椅 有啊 那个很陡耶 是啊 你有去过吗 那个很陡要跑下来很累 你会同意说 就说这个 这个模拟演练的时候 是没有座椅的吗 可是我告诉你 你说一箱就对了 所以有座椅 小巨蛋有出来就是一楼了 小巨蛋有出来就是一楼了 所以还很快 对 是是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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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a 我意思就说 代美国政府 board goes to вас 的 你怎么会同意他说没有座椅 来模拟演练逃生啊 你想想看小巨蛋那个状况 嗯 你再放在这儿这4.2万人 小巨蛋那家要1.2万人 你在那里看你就觉得 我跟你说 這一切就是不應該換市長 對啦 如果連社群當選 這些都沒有問題 我們都沒有這些困難 以後就看誰倒楣而已 就是賭下去就對了 真的 如果出事 我要說 希望是成百上千 很恐怖 911我剛才查了一下 那時候光是消防人員的訓職 343人 343人 對啊 不就放人給他燒 不要強秀 原來我標準說放人給他燒 對啊 反正燒完就算了 不用急 我可以讓你燒一小時啊 千萬不要進去這樣子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不是啦 幾次後 他不應該都會這樣 他也不敢說有那麼多消防人員 對啊 那時候沒想到這麼嚴重 可是裡面是有人 就你進去 因為你 哎呀 彼岸 彼岸 不用說了 其實沒人 我們來看一下 世界各國巨蛋的標準就很清楚 第一個是高雄市運主場館 那我們就先不用看它 因為它是事外 我們來看巨蛋的標準 你看 第一個是東京巨蛋 它前面那個數字 其實7.2分鐘是逃到安全避難空間 到譬如說像回廊 然後後面11.7是完全出到戶外 那它好幾個巨蛋 包括有這個雅虎的Dome 還有福岡巨蛋 雜謊巨蛋 最長的時間是Sapporo的Dome 它逃到戶外要12.3分鐘 其實都比我們市政府要求15分鐘 要來的短 那你看第一個高雄市運主場館 龍騰 它也是4萬多人 它潮到戶外只要7.8分鐘 那你說好 高雄市運主場館也是蓋在台灣 也沒有建築法規可以適用 可是為什麼當時人家可以用這麼高的逃生標準 那為什麼台北巨蛋做不到 唯一的差別就是市政府不一樣 可是東豪就知道高雄當時的公務局長叫林青龍 就是林青龍 就是現在的副市長 而且我要講一下 為什麼我不要相信林青龍 所以有經驗嘛 林青龍其實很有經驗 所以他為什麼體檢 他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 來告訴你說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而且像有個東西大家一定不理解 就是說像遠雄那個蛋 百貨公司原來是在這個地方 在劉培生時代的時候 後來是趙騰雄覺得說 我百貨公司放在這裡的話 我的營運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設計是巨蛋的人 要經過一個地下道 地下通道 才能到百貨公司去shopping 或者飯店 人潮會少啦 不好做 所以他就希望把百貨公司從這邊 移過來這裡 這個是趙騰雄的堅持 當然我們的馬市長 當年的馬市長 也同意了 就幫忙了 幫了這個忙以後呢 現在就變成我們現在這個困擾 所以現在我們不知道要把它蓋 不是 洪一你要問的是 比如說我剛剛拿了 這個一週刊是上個禮拜 那他為什麼覺得他可以說服大家 而且用直接先把答案告訴大家 然後你的題目我通通在這裡 然後昨天包括你們剛剛講羅興華 還有相關的人等 十幾二十個人坐在那 他為什麼覺得說 他可以在這一次的戰役上面 你有你的說法 我有我的說法 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進行 所以一定勢必到最後 但是他們一開始要這麼強硬 他們才會 未來才會 對才會有籌碼 然後才會要的多 所以我覺得現在都是在第一階段的 我插一句話了 為什麼上禮拜一週刊會有這個 柯P你去了解一下 市政府有內鬼 這絕對不是什麼電腦被中國駭客入侵 不要掰那種新聞出來騙 這個 這個遠雄會有說明 因為林確實他們也不知道 他下面的公務人員 就直接把題目發函給遠雄 要遠方說明 遠方說明 因為我說到公文 所以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你這個 不只這個 他一共是不是有二十二題是不是 可是4月16號才要公布案件報告 為什麼之前要公布案件報告 沒那麼單純 他說他是正式發函 但是年輕人他們都不知道 下面的公務人員發函 你這個如果4月6號要登出來 你要讓他做版 然後你自己還要做答 起碼要10天 一個禮拜前要先搞定 把答案弄好 然後請他們來做這樣的事情 他要有一個作業程序 所以他早在3月底4月初 就已經知道相關的題目 要來做相關的答案 他昨天市政府10點開記者會 開到大概快11點結束 遠雄接著馬上可以開記者會 手板什麼 都在裡面 全部都做好了 哪有可能那麼快 好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 就是說 美人公文也沒有錯 就是遠雄其實就按照 以前的市政府給我的規定 我來蓋 對 所以其實遠雄 還是有他的合理基礎 當然有啊 對啊 那可是我覺得柯P就說 這人命關天 我要讓大家知道 這個其實很危險 所以才會有現在要不要猜的問題 對 再來就最後是責任追究 我們再看一個 我覺得聽著聽著 市民還是全國的朋友 應該會站在安全的角度 為什麼 來 他剛才都說 他這個人疏散以後都在一樓 對 有的是在戶外 有的是在室內 可是按照台北市政府說 如果火災針發生在巨彈裡面 那消防車就要進來了嘛 對 消防車就要進來了嘛 好 那可是消防車怎麼進來 進不來 進不來 所以要拉水 絕對進不來 是不是 好 好 所以進不來嘛 你怎麼救災呢 這個沒有消防車的走道 沒有 他完全沒有預留 好 再來是 按照遠雄是說 戶外的疏散面積 其實有三萬八千平方公尺 台北市政府說 不 你啊 這個 高估了 因為很多是無效空間 對 就是有種樹啦 有路燈啦 樓梯啦 對對對 他把它全部算進去 真正剩餘的疏散面積 其實只有兩萬平方公尺 是不是 是 那用去算嗎 一平方公尺四個人嗎 沒有 四個人太急 市政府只算一平方公尺 只能三個人 那用這樣算出來 他可以疏散多少人嗎 所以就算出來啦 你把它乘以三嘛 兩萬多 他是 市政府說有效空間是 大概最多是六萬 六萬 對 那他這個乘下來 就剛好十四萬 對 沒錯 但是我怎麼說 一平方公尺幾四人 你根本可能 動不了了啦 這個是說 輸散的時候 這個全場降兩百四十公尺 那兩個防火門 到防火門之間的距離 對 降兩百四十公尺 對 那如果你是站在中間的人 你要跑一百二十公尺 你要跑一百二十公尺 你才會跑得掉 對 他說這個根本沒人這樣做的嘛 你想想看嘛 現在世界紀錄百米的短跑冠軍 沒有 九秒多嘛 那所以 對 就算他來跑一百二十公尺 大概也要十秒 那問題是我們一般人 三十秒 那還是路上沒有人啊 對 但是沒人沒干擾 那萬一有小姐穿高跟鞋 穿窄製裙的時候 你叫他怎麼辦 大巨蛋淨穿這個高跟鞋跟載裙 一定要現穿球鞋跟運動褲 對 那怎麼長輩呢 對啊長輩沒辦法 遠雄的說法是說 殘障也不要去啦 殘障怎麼可以出門 有啦 遠雄我也有解釋啦 關於老弱婦孺他們會有特殊的營養 專用到 專用的 可是 這媽就是出現了以後 這就是有趣的地方 他以為是參加國慶典禮啊 發生意外啊 有三大生的時候 老弱怎麼會知道說 有人要來帶我 所以我要走專門的通道 請問要等到什麼時候 誰幫他引導 所以遠雄的規劃就會讓人覺得 你在實務的操作上 其實根本就 一般嘗試就知道 不可能這樣操作 這太有問題了 所以林千榮說 要縮成60公尺 可是現在怎麼縮 多開幾個安全門 對啊 對面啊 再開兩個 對啊 就是 中間是台北起進步 就像連鋒講的 世界冠軍是10秒 現在以10秒來講 我們算10秒整好了 一般人怎麼可能 而且在那麼多人的情況下 穿高跟鞋 大包蟹包 對不對 有些老弱婦孺 還有殘障人士在那裡 我說一分鐘就找不到 有可能 我是覺得說 遠雄現在大家的 我認為他比較沒有條件 我現在不是講法律 因為你接下來就訴訟 可是對他來講 那個財務壓力是很大 他貸款貸154億 對不對 154億的意思 你可以算嗎 150億 以他貸 比方說 2%半好了 2%半 一年就要4億的利息了 快4億了 4億的利息 那你要本金要不要還 當然要啊 所以他一年的償還 154億 15年的貸款 一年要還10億 政策是延續性的啦 你錢朝政府再爛 你跟人家白賊是簽約的 你就要認啊 所以遠雄現在就是靠這個嘛 他覺得打關係 他覺得平行而論 我覺得我是遠雄 我也覺得打關係我不會輸 對他沒有走法律路線 他是有 對他最有利 我唸一段給你聽 他1月21號跟趙騰雄見面 在市政府不是很難看嗎 他說一個趙騰雄10個夜市文 所有話都講得很難聽 可是他又講了 最後出來講說 蓋到這個地步 要拆掉也不太可能 那不喜歡沒有辦法 執政有延續性 真正要拆巨蛋這件事情 其實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傷害恐怕 大家都要想辦法去承擔 所以會不會拆這件事情 大家現在看起來 大概那個拆的可能性少 像你剛剛講了 怎麼改善 是不是哪裡要改善 拆商場啊 拆商場一定 把商場換位置嘛 是損失最小的 我覺得這樣 大家都想 如果你是柯文哲 如果市長我說 我就不要說那個事情 我也很貴 對 幹嘛這麼頭痛 給大家賭看看 但是萬一發生事情呢 我又得罪遠雄 我又得罪郝龍斌 我又得罪馬英九 但是萬一發生事情呢 其實相遠一點 也不一定在他任內發生 對啊 誰做的 如果任內發生 那個就是賭啊 我就做一任就好了 發生事情推給陳水扁啊 對 推給馬英九 我們還有一個保命 四字真言啊 天佑台灣 天佑台灣 說實在 賭定都沒有狀況發生 大家都過了 他不一定真的會有災難 是 賭定真的有災難 也不一定會在這四年八年 好啦 勝向 勝向 誰當市長 那個時候就不會勝向 真的啦 又過了 過境遷死五百的 大家喔 過了 到時候反正就找個余文 來扛就好了 就有相過無事啦 對啊 真的啦 可是我覺得這還是一個 負責任的事章 就說 你看問題這麼嚴重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你看我覺得喔 台北市 這個柯文哲這個政府 做的這個報告 我一看就很清楚 清楚 很難得 這樣有清楚嗎 清楚 做得很好啊 他這個報告做得比較好 不是一堆文字 你知道嗎 還有附圖 他的圖是一目了然 他所有的報告裡面 還少算了一塊 或者他知道不去碰那一塊 富邦文窗那一塊 對 如果真的發生那麼大的火 你要把富邦那邊 都要算進來 那個人也要算進來 那都要算進來 萬一是富邦那邊著火 會不會燒到這邊 也會 因為在同一個廣場 你都要反覆推沽嘛 所以眼睛 沽著耳朵就這樣過日子 對 這樣會比較幸福 好不好 小確幸一下 就躲下地就對了 小確幸一下 姚立民有出來說 對 在這裡 好 來 這個說馬英九幫遠雄 省多少錢 一年 從8億到4億 全力金一年省4億 全力金一年省4億 那如果以遠雄 他合約簽的是 45年最多可以延長20年 你要算60年就好了 一年4億 60年的240億 市庫少240億的收入 為什麼他要幫他這樣 這要問馬英九 因為中間有一個消失的密會 就是在2004年9月1號 李素德主持的議約會議裡面 遠雄主動提說 那我們全力金千分之一好了 李素德還嫌太少 他說千分之一難聽啊 他說你看最近101號 人家全力金拿了260億 比原來市政府設定的 要多一倍出來 所以大家會拿這個比較 他叫遠雄回去說 那你們再去商量 他叫遠雄說 那以後就 那是不是你們考慮 改成百分之幾 對 就是你們盈利所得的百分之幾 我們就按照這個來收 結果到9月23號 下一次開會的時候 他突然講 一頭牛不要剝兩成皮 全力金我們就不要了 為改口了 對 那原來 在9月23號的前三天 9月20號 馬英九跟趙騰雄 昨天蔡仲義有證實了 9月20號 馬英九 趙騰雄 總共大概十來一個人 在市長室談了 談了之後 證明喔 遠雄證明馬英九有跟趙騰雄 有有有 因為蔡仲義在場 對 然後談了之後 9月23號 李素德就說 一頭牛不要剝兩成皮 全力金不要了 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遠雄現在的說法是說 我們後來 他說那個招標公告裡面 本來就沒有全力金啊 他說零到一還是多少 可是我請問遠雄 零到千分之一 如果招標公告裡面 沒有寫要寫全力金 那為什麼 我現在就不招了 他會跟著我 他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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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看 他會說 他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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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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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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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